上星期 现股当日冲销 新智上路之后 台股日成交量一度冲破1300亿元 而在过年的封关之前 投资人要如何选股 我们来听分析师怎么说 现股当冲制度上路之后 台股上周常常杀尾盘 据成交量也都有近千亿元的表现 甚至一度冲破1300亿元 分析师认为未来一周量不宜放大 要观察国内外重要法说会释放的利多消息 时间越来越接近农历过年 分析师建议投资人要如何选股 整个半导体族群都出现一个大涨的同时 那四大产业中的这个面板的族群 包括触控的族群近期来讲 盘面上股价降幅相对落后 所以短期上来看的话 在搭配说整个它的净值 有些股价净值比 就迎来到比较偏低的一个水准之下 似乎有具备一个补转的空间 分析师认为未来一周 还是以跌生股做切入比较恰当 联合晚报叶易如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